注意看 这或许是我见过最搞笑的野猪了 想要抄近路从冰面去到对岸 结果猪算不如天算 猪体与冰面的接触面计小得可怜 于是直接上演起滑冰的搞笑场面 不知道被困了多久 见到人类靠近 野猪再次挣扎开来 可任由他扑腾 都没有向前走出半米 最后还是好心的游客将他推向岸边 野猪才就此获救 如果不是人类出手相救 真不知道野猪会被困到什么时候 人们常说 一猪二熊三老虎 野猪虽然实力彪悍 但他们却常常做出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斗 被困冰面也就算了 还误闯到路边的商铺 突如其来的贬故 把店里的两个大男人都想懵了 反应过来赶紧去到门外 将野猪反锁到屋内 不得不说 两位男子的做法还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野猪攻击性极强 若适合他们近距离接触 保不准会被野猪伤害到 所以正确的做法适合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不然就会像加油站的这些工作人员 因为独闪不羁而被野猪撞的人羊马犯 实在是太惨了